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项目 也是渭海老马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心烦的时候 我自己开车 也到这个黑松林里边 停下车 安安静静的 听听歌 舒缓一下心情 烦躁的心情 远离那个城市这种喧嚣 这个项目呢 就是在黑松林里 应该这片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就是渭海最大的一片黑松林 这个叫逍遥湖 你看这环湖下边钓鱼的 一圈一开始 我以为是来举办钓鱼比赛的 这个项目呢 是由宝能集团在这边开发的 也是宝能 就是渭海啊 用宝能集团在这边 建的很多商业配套 来带动渭海动物遍眼新城 因为它这个商业配套非常全 医院呢 医院抗氧中心 加上这个购物 都比较齐全的 全名通透的 而且它都是大开间的 一会儿我带大家到 燕门尖去看一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了解 渭海这边东部遍眼新城的 可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一一给大家解答回复的 这边就是潇洋湾海水浴场 我感觉这个位置以后要会超越那阳海 大家可以来实地了解了解 大家可以联系我来到实地 来了解了解这块 真是也是老马是最喜欢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这个离我家不算太远 看看周图片的环境 蓝天白云 大海 黑棕林 湖泊 好 现在我带大家到样本间吧 大家讲解样本间的户型什么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现在咱们来到这个样本间 是135平的 三室两厅两位 这个是入户门 一进来南向的一个大开间客厅 北向的一个餐厅 里边是厨房 这个户型特别特别好 这个户型 我拍这些样本间 这个户型是真是我感觉设计的最合理的 一点浪费没有精装修的 在精装修的 这是南向的 而且南向客厅前面是一个大阳台 里边是两个卧室 和一个卫生间 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这里边是次卧 次卧其实也够用 南向的主卧 主卧是带卫生间的 而且主卧前面这个通向 这个前面的一个打阳台 每个房间都有窗 包括主卧 这个呆在卫生间也是有窗的 因为这个是编户 这个大厅是真好 5米8的开间 还是里边这还有个小卧室 这属于三式朝阳 客厅加两边的卧室 这个小点 这个次卧小点 这个次卧 但是前面也带了一个票窗 这是前面的一个阳台 这个亮点 我就喜欢这个阳台 其实这个可以不封闭上 看看这个阳台 十多平的一个大阳台 而且它这个阳台是跟主卧 主卧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开开这个门 也可以开开这个门 直接到这个阳台来 看看这个大阳台 我把这门关上给大家看 也感受一下大家 这个大阳台 关紧阳台 而且这个说 层数稍微高点的话 可以关海的 这个 完全可以关海 宝能家这户型 做的真不错 而且在这个东部里边 来说的话 它拿着很多地 商业 各种商业配套 哎呀 那是商业配套是最太全了 到时候我这个 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户型 下一期呢 为大家再更新更新 有个90平的 全面通透的 它这个有85平 有90平的 114平的 135平的 现在是开这两栋楼 是有这四种户型 它但是它做了两个样本件 一个90平 一个135的 下期我给大家更新 给您这个90平的户型 我是维哈老马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 我再次推荐一下 然后再次推荐一下 我再次推荐一下